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位货真价实的一坛前辈,真的已经离开我们十八年了吗? 2016年,是大康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年,座谈会上高河满座,著名书法家林秀,文从审议了解他饱含深情地说, 康金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宠辱不惊的人,也是最敢做敢为,敢说真话的人。 林秀讲大康,生情并茂,言谈举止,情感厚重,岁月不老。 林秀说,屈心,有骨气,这是当代文人素养薛师的品格。 大康有骨气,值得我们学习,大康不收学生,反对年轻人学自己,重情,重义。 康英凯书《香港宝福山碑记》,康英凯书《香港宝福山碑记》,林秀提到了康英有鱼批语人的名言, 先把自己看成龙的,多半张狂,稍有小成就不知道姓啥人,难免连鱼都当不好,跳龙门可不跳龙门的,都是鱼,跳不过龙门,是鱼,跳过的,又怎样,不才是鱼吗? 这是常识,人们却视而不尽,是当代文化人的悲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